地球上哪里最寒冷呢?很多人也许会想到南极,那里常年冰雪覆盖,气温几乎都在零下30度以下。 然而,地球上有个地方将我们对寒冷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,因为这里的冬季的最低气温在零下50摄氏度,开水洒在空中也会瞬间变为冰雾。 更让人惊讶的是,这里竟然有大量的人口长期居住,它就是俄罗斯和萨哈共和国交界处亚库特。 亚库特离北极圈仅450公里,以122平方公里面积和30多万人口的规模,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涌动土城市。 这里一年当中又长达10个月是冬季,寒冷的气候给亚库特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,其中最为麻烦的就是上街买菜了。 由于气候极其寒冷,即使有车也不敢开出去,因为一旦汽车在途中熄火超过5分钟,不管是机油还是柴油,统统变成固态的动油。 发动机很难再次启动,所以很多亚库特人到市场买菜都会推上一辆小推车,一次性囤购一个星期的食物。 当然,这里的市场大多都是冰冻鱼和冰冻肉,蔬菜和水果是很少见的。 亚库特人抵御寒冷的方式就是大量吃肉,尤其是生吃,马肉,鹿肉,鱼肉等等。 每一个亚库特人出门的标配就是生肉和一把小刀,什么时候饿了,掏出刀子切片就直接吃了。 冰冻鱼肉去皮削皮就是当地人最喜欢吃的美食,味道相当鲜美。 除了生鱼片,他们还吃生鹿肉。 在那样的天气下,普通的猪牛羊是存活不下来的。 只有常年生活在低温地带的鹿才能经得起寒冷的折腾。 而鹿肉里也富含大量的血红蛋白,是鹿肉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好处。 经过冷冻风干后,鹿肉不会像常温生肉那样腥味扑鼻,反而带有一丝鲜甜。 看到这里,估计很多人都会为亚库特人的肠胃担心。 如果顿顿都吃生肉,肚子里很容易滋生一些寄生虫,或者感染病毒细菌而生病。 其实,在亚库特这种极端寒冷的环境中,多吃生肉的吃法是非常健康和科学的。 这也是亚库特人数百年来得来的经验。 在交通不便,气候严寒的地方,当地人生活做饭都不容易。 生肉不仅便于食用和储藏,营养保留的也更加的全面。 并且,这么低温的环境中,空气中的病毒和细菌都几乎失去了活性。 这些生肉上也不会有细菌和病毒,所以亚库特人即使每天吃生肉也不会生病。 更让人惊讶的是,亚库特人平均寿命也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要长。 活到百岁以上,在亚库特来说实在普遍不过了。 这其实跟他们吃生肉和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,大家觉得呢?